如果42吋胸肌和八塊腹肌 兩樣只可以選一樣的話 我想我都會選八塊腹肌的 因為腹肌代表你… 因為腹肌一定要瘦 要伸直才會顯得到腹肌 就算你做多少座位 如果你是肥的話 就算做多少座位也好 做到一千下也好 你的腹肌只會在肥高裡面 所以你要讓別人見到八塊腹肌 它一定是很健康 所以我就放棄胸肌 我會選八塊腹肌 如果女性要我選擇 她要有事業線還是要有馬甲線的話 我想我也會選擇馬甲線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馬甲線之後 你一定要Slim 事業線就未必會有 可能她是Slim 但她沒有什麼上位 但另一方面 但有上位 她未必一定會Slim 她可能會肥 但有上位 所以很難這樣去估計 所以兩樣只能選一樣 我都會比較喜歡 柔條一點的身形 給我選擇 我會選擇剃頭拍青妝 還是露骨拍出肉 出肉氣呢 出肉氣呢 都沒所謂 我兩個都OK 就是剃頭 剃頭 應該都會生回來的 所以沒什麼所謂 只要戲是OK 就可以拍的 露骨而已 給我一點時間 我練都會有點古蹟 所以都是看戲 看劇本 所以兩樣東西我都OK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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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看還有 我來 social media 看看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